哈喽哈喽,大家好,我是服装设计师卓卓 这次想和大家分享一个改造视频 就是拿一条牛仔短裤改造成一款时尚包包 大家看一下我手中的这款牛仔裤 这下面已经是被我拆掉了 因为这次要改造的就是这条牛仔裤 这条牛仔裤的话其实我没有穿过几次 主要是因为穿不下 和大家讲一个知识点 这个腰头的设计是一个直腰的设计 一般我们裤子的腰头会分为直腰和弯腰 而我这款裤子的是直腰的设计 弯腰的是什么样子的呢 画一下直腰和弯腰的一个区别 直腰的话是一片直腰 弯腰的话是两片直腰 弯腰它的优点就是服贴度会比较好 缺点的话就是浪费面料 而且制作起来没有直腰的快 直腰的话主要是可能服贴度就没有弯腰来的好 而它的优点的话就是神料制作快 说不上爱别说话 就一点喜欢 说不上恨别纠缠 别装作感叹 统带的话这个带子我是想把它弄成垫子 麻花垫子的那种感觉 这是我的改造就是需要的材料有牛仔裤一条 牛仔长裤一条 还有一片礼布 这是我自己拼接的 做的里面很日系饭哦 我所需要的是这个侧面 大家有看到吗 这个侧面 下面我先把这个侧面给大家拖开 这一块哦 所以其他的可以把它剪开就可以了 这一片就是我今天要改造的一个底角了 这个后肌头啊 它已经是斜了 就是它不是这样子是直的 我要的是这样子的效果 下面的话我不动简单 就做一个动作它就能变直 看到了我的效果通了 我要把它变直的话 我只能是在这个地方 把它这个多的位置把它收掉 就是像一个捏一个绳一样 我就在这个地方这下面收一个绳 我把它用针别起来 大家可能会觉得我讲的内容很枯燥 这个地方它就不会是再次往上斜 我把它往上斜的这个量的话 给它收掉了 从这里收掉了 收掉了一个绳在这里 不知道大家听懂的没有啊 我选这个裤子的一个原因是 就是这一条铺子的一个洗水色 基本上和我这个整体的颜色是比较接近的 那做起来的话就不会太突入 所以这些就是需要经验的 因为我都没有去出这个纸样 但是我大概知道我要怎么去做 现在我直接用这个后幅来把我这个 这个薄薄的后幅拼起来就可以了 后浪有一个尾巴 我想把这个尾巴拆到这里 然后直接把它这样掰过来 大家看看我把这里拆开了 就是这条后浪这个地方 现在我缝一下这边就可以了 也是两个尾巴的其中一个 我做了 也可以看这个 你看这个祾巴继带 你不哼 我可以看这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